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有些人认为中方在中美经贸合作中占了便宜 鼓吹中美脱钩论 在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这种论调违背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注定不会得逞 脱钩论是美国的一小撮固守冷战思维 奉合零和博弈的人 鼓噪出来的极其危险 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论调 这种论调违背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 罔顾两国交流友好密切的民意 不符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 不可能得到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 耿爽表示 中美已经成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要投资对象国 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50对友好省州和227对友好城市关系 2017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超过7000亿美元 利润超过500亿美元 我们奉劝美方的某些人反省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摒弃意识形态的克救 停止散播偏见之深思维之旧的一些言论 不要再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工商表示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如果强行让中美脱钩 必将打乱现有的世界经济链条 破坏全球产业分工 引发国际市场混乱和金融市场动荡 杨试记者 北京报道